原来马龙才是国平队的爱情大保安 任何一队成了他都得做主桌 国平队一起参加王浩主持的节目 马龙玩游戏输了家在张继科刘士文中间唱淘汰 还边唱边扭头看小枣 听说那会小枣和张继科正处于分手又复合的两战期 龙队不仅没掉但也是真的不着掉 而保卫沙头龙队也是费了不少功夫 杭州亚运会赛王楚清跟樊振东南丹决赛 上场时场馆放了沙头战区简单案 许昕作为解说对工作人员很肯定 然后马龙就水灵灵地背上锅了 背锅之后甚至还被主持人贴脸开大 赛后采访问起现场放简单爱这件事 国平男团们很默契地集体查了 现场是不是放了简单爱 没接到通知说我喜欢简单爱啊 好好好现在开始爱听了 对于沙头马龙的任务极其坚决 因为在各个场合他都得站出来喊爱 要知道拥抱是沙头的专属庆祝动作 赛后采访记者问到赢了比赛如何庆祝时 其他人全都意味深长地看向大头 龙队作为爱情保安立马把锅甩给了高龙 甚至龙队有时候自己都不知道 就被大家扣上了一顶帽子 当大头沙沙在机场被拍到买的客室双人套材 网友别问问就是龙队爱吃 而大头买了两瓶粉色小甜水 网友是龙队喜欢喝 龙队我今天喜欢什么 大头带定 原本沙头组合龙队就够多不住的 如果再来个圆满组合简直是难上加难 某次颁奖典礼上这两对CP同台正好龙队夹在中间 此时的马龙肉眼可见的慌张 因为这样的场合拖把兄弟这么明显的偷看还缠起 拖把兄弟有种恨不得在被颁奖的时候直接公开的卡 马龙为了队员的前途我还得再考 只能说这个家是真的不能没有马龙 不管哪一队成了他都得做主播